欢迎来到果然巴结,我会和大家分享新的娱乐咨询,点的订阅持续追踪哦! 在线职场恋的美好,然而,就在大家都在期盼着他们的二搭时,却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,王凯和谭松韵已经在现实中相恋,并且已经偷偷在一起了。 这个消息是怎么传出来的呢?让我们从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说起吧,就在前不久,王凯和谭松韵参加了一场影视娱乐活动,活动结束后,两人一起离开了现场。 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,但却引起了一些粉丝的注意,因为他们发现,在离开时,王凯和谭松韵竟然牵着手,并且举止亲密,像一对恋人一样。 这让粉丝们感到既惊喜又好奇,于是有人追上去问他们何时二搭,没想到,谭松韵只是一笑而过,没有回答,而王凯则表情明显有点慌张。 也没有说话,这让粉丝们更加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,难道他们真的在一起了吗? 其实,这并不是王凯和谭松韵第一次被传出恋情的事情,早在向风而行播出时,就有网友发现他们在剧组的互动非常亲密,甚至有时候会互相调侃和斗趣。 而在剧外,他们也经常在微博上互动,互相点赞和评论,还有时候会同期发文,暗示对方的存在。 这些细节都让粉丝们觉得他们之间有着不一般的感情,可能已经从戏里走到了戏外。 王凯和谭松韵都是国内知名的演员。 两人在多部电视剧中合作,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,在剧中,他们饰演的角色往往深入人心,让观众们感受到了他们出色的表演和扎实的演技,在生活中,他们也是好友,经常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和聚会,互动频繁,关系十分密切。 而最近,更有一些爆料称,王凯和谭松韵已经进入了试婚阶段,并且已经半同居了。 据说,两人已经热恋了两年多,只是一直没有公开。 而王凯也在今年情人节公开向谭松韵告白,表示自己对他的爱意。 这些消息让粉丝们感到既高兴又担心。 高兴的是,他们终于能够幸福地在一起了。 担心的是,他们会不会因为恋情曝光而受到不必要的困扰和攻击。 据知情人士透露,王凯和谭松韵已经在一起多年,但一直保持低调,并未公开恋情。 然而,最近有网友发现,王凯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,被问及个人感情问题时。 他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自己与谭松韵的恋情。 对于这一消息,网友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,有人表示祝福,认为两人都是优秀的演员。 能够走到一起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,也有人表示惊讶。 认为两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,没有想到他们已经在一起多年了。 还有网友表示担忧,认为娱乐圈的恋情往往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,希望他们能够坚持自己的选择,走好自己的路。 不过,无论王凯和谭松韵是否真的在一起了,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个人选择和隐私。 毕竟,他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,有着自己的感情和生活,我们作为粉丝,应该给他们足够的空间和支持,而不是过分地干涉和揣测。 我们也应该相信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演技水平,不管他们是否再次合作,都能够给我们带来优秀的作品和表演,电视剧向风而行,如一阵清风,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。 这部由王之导演指导,王凯和谭松韵领衔主演的作品,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刻的内涵,引领着观众探索不同的情感世界。 或许你已被王凯那令人陶醉的一双手所倾倒,或者是被剧情中的精彩故事所吸引,无论如何,向风而行已然成为这个夏季最值得关注的电视剧之一。 这部都市励志剧以陆航机长顾南亭和女飞行员成肖的故事为中心,穿插了多个真实的航空领域事件,打造了普通观众颇为好奇的醉然民航职场。 但这并不是向风而行的唯一吸引点,电视剧中的场景都是实景拍摄的,主要拍摄地是在厦门航空,包括停机坪、模拟机仓库、机库、航站楼、空勤大楼等,都是真实的还原,为了确保剧集质量。 剧组在创作期间对航空公司各个工种的人员都进行了采访调研,还邀请到了国家C类教员,驾铃十多年的多位在职机长担任本剧的顾问,力求达到真实、自然、生动的拍摄效果。 在这部电视剧中,王凯饰演的资深机长顾南亭展现出了冷酷儒雅的特质,内心温暖的形象,加上高挑挺拔的身材,他可不就是行走的荷尔蒙吗? 而谭松韵饰演的程潇,则是一个充满勇气和决心的女飞行员,他不惧挫折,勇敢前行,除了主要角色外,《向风而行》中还有许多其他出色的女性角色。 周琪琪出演的最美成务长艾佳温柔端庄,同时美丽知性,她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,而其他女性角色,如勇敢的承销,有个人追求的下旨,克服游泳恐惧的李宇恒,都展现了各自的坚韧和成长。 在这个剧集中,不仅展现了民航从业者们的工作日常,还传达了对梦想的坚持与追求,这是一部让观众感受到热血与梦想碰撞的作品。 也是一部充满正能量的电视剧,所以,无论是因为王凯的颠覆形象,还是因为电视剧中的真实航空元素,又或者是因为出色的女性角色,都让《向风而行》成为一部令人热衷的电视剧,你是否已经追剧了呢? 无论如何,这部电视剧,必将在夏季掀起一阵关锯狂潮,将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电视世界。 剧中的多样性和角色发展展示了每个人都有成长和改变的潜力,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,无论是机长还是乘务员,每个角色都经历了自己的成长过程。 这提醒我们,每个人都有机会克服困难,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 综而言之,电视剧《向风而行》通过其深刻的剧情和人物塑造,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启示。 他强调了对职业的热爱和责任感,展现了女性的坚韧和成长,并且强调了创作中的细节和真实性的重要性。 这部电视剧向观众传递了一系列积极的信息,启发了观众的思考和反思。 一方面,观众可以从剧中学到对待工作的态度,主要角色的敬业精神,坚持追求梦想的决心,以及克服挑战的勇气。 都是职场中非常宝贵的品质,这些特点告诉我们,在追求事业成功的道路上,热情和责任感是不可或缺的。 另一方面,电视剧着重展现了女性在职场和生活中的力量。 女性角色不仅克服了职业上的困难,还在人际关系和家庭责任上表现出出色的坚韧和智慧。 这位观众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,即性别不应该成为限制个人成长和追求梦想的障碍,无论男女,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职业和生活目标。 此外,这部电视剧强调了创作中的真实性和细节。 这一点对于任何形式的创作都具有重要意义,观众更容易沉浸在一个作品中,当作品的细节和情节都能够准确反映现实。 因此,创作者们应该致力于确保他们的作品尽可能真实和精心制作。 王凯的外貌和气质非常适合饰演冷静直帅的角色。 无论是在狼牙榜的晋王还是大江大河中的宋运辉,都演绎得淋漓尽致。 他不仅演技出众,而且身材轻瘦,穿着机长制服时非常帅气,充满了领导范。 王凯在与谭松运合作时呈现出不同的化学反应。 王凯的顾南亭则因初恋的意外去世而对感情有所保留,导致他与陈霄的感情进展较慢。 总之,王凯在各自的作品中表现出色,对于不同类型的角色都能有出色的演绎。 而他们与谭松运的合作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化学效应,为观众带来了不同的观感。 王凯的角色在与谭松运的合作中,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情感和人物特质。 王凯的顾南亭则呈现出冷静直率的领导特质。 他在应对各种突发航空事件时表现坚定果断,给人以安心感。 然而,他内心的情感却是深藏不露,受到初恋的阴影影响,对感情有所保留。 这使得他与谭松运的成肖的感情戏发展缓慢,但也更显真实和充满张力。 王凯在与谭松运的合作中,通过不同的角色特质和情感表达方式,为观众呈现了多样化的化学反应。 这也让观众更加期待他们未来的演绎作品,期望能够继续带来精彩的演出和感人的故事。 请不吝点赞 。